波辛杰斯飙生涯新高38分 法新社 记者林岳辅送和报道 尼克惊吓将安东尼送至雷霆 随即进入后天瓜时代 一个重弹落在常人波辛杰斯 Christophe Posenchus身上 他今日在创生涯新高38分外 戴七篮板二助攻和三助攻 率队以116比117走近快 拉出三连胜 尼克顶着前战击败东部强权骑士的 即胜气势 今日上半场打得十分顺手 尤其波辛杰斯两截就近战22分 率队最多取得23分领先 不过一篮后 尼克反被尽快打出单截38比19攻势 好在莫杰小哈达威 Tim Hardaway Jr 波辛杰斯都拿十分 不让胜利被对手夺走 小哈达威进仗十三分 四篮板之于波辛杰斯 神崖迈入第三赛季前两季 扮演安东尼左右手 如今老大远走他乡后 波辛杰斯也迎来数据大爆发 从前两季场军得分十二 三十四 九分如今提升至二十九 三分 且尼克这波三连胜 他场军贡献三十三 三分 无愧为球队一哥 尼克另一连胜功成为老将 控卫杰克 Jeret Jack此账贡献六分 十助攻 趁直扮演进攻发动机 且他在这波连胜潮刚好都先发上阵 尽快即便在下半场力图振作 仍无缘在客场踢馆成功 主力中锋 约基奇 尼克勒拉扎克 坎进六季三分球 脚出二十八分 外带八篮板 二助攻 一超杰汉一足攻 空卫木雷 詹姆 米瑞 贡献二十分 只是大前锋 P 米尔赛普 全场十三投二中 仅拿八分 表现完全被波辛杰斯压过